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个情况会这么严峻 但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已经发挥的是非常好了 今天这个对手的话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 只要我们曾经努力了 我们奋斗了去做了 至于结果 大家当然很重要 我们虽然很遗憾 但是我认为就是不后悔 基本上把廖俊云今天所有的状态都掏空了 因为他前一个阶段训练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那么大岁数了 然后完了以后也有些伤病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 但是今天我其实来说的 我刚刚在下面我还是表扬廖俊云 我说廖俊云不错 这次我所发现的情况并不是很难过 我现在的阶段上那种情织 我刚刚在环境走得更好 然后让开了